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多地报告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感染病例 疾控中心表示了我们最好是减少非必要的处行 多地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谁样市疾控中心 那市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戴口罩呢仍然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 那么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说呢也同样适用 即使呢是在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接种加成针的情况下呢 也同样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还有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呢要佩戴口罩 此外呢还要勤洗手做好室内通风 目前也是流感的一个高发期 那么沈阳市疾控中心再次的强调 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的一个监测 那如果是出现了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在有这个疑似新冠肺炎症状 比如说发热咳嗽呼吸短处等症状出现的时候 要及时监测体温主动就诊 沈阳市疾控中心表示呢 在过年期间非必要不出行 那如果是必须要外出的话 那一定要做好旅行途中的个人防护 降低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风险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地势 尽量避免前往省外陆地边境口岸城市 有条件的旅客呢 应该尽可能的错峰出行 避开春节假期前后的高峰期 另外呢出行前先要做好准备 出行前建议在国务院客户端或者小程序上查看 全国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各地最新的防疫政策 做好有关准备 哎呀说一千到一万就是希望大家稳稳当当的过个年 啊在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年时把乐带回家 我们才能够过年时间行 啊在这边的速度上